在讲到数组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细节 假如说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数组 我们说有一个int的数组a 那么它是10个int的 我们知道因为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排的 所以我们能够用的最大的下标 其实是a9而不是a10 所以假如说我们一不小心说 我们让a10等于10 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还希望说在这个之后 我们能够system out去输出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输出一个hello 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当时就知道说 编译器不会给我们发现任何错误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没有指出任何错误 然后如果我们试图来运行它 结果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说exception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异常 它说在这个main里面有异常 在我们的这个arrayindex 我们这个类的名字叫arrayindex 这个类的命函数里面 第七行原代码的第七行 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叫什么呢 arrayindex out of bounds 数组的下标越界 越界的下标是10 这就是异常 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见过异常 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如果有异常 如果你的程序里面有异常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 面对异常 我们怎么对付它 我们怎么处理它 我们怎么知道这儿有异常了 我们怎么以某些恰当的方式 去处理这样的异常 所以首先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这儿出异常了 那么如果这个代码的执行 是会出异常的 我们看到说 第七行出了异常 那么第八行的代码 是没有被执行的 对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 我们后面还会 仔细的来提到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在第七行 的这个操作是会出异常的 从加法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这些操作 比如说从第七行开始 到第八行 这些操作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语句块里头 成为一个单独的语句块 那么这个单独的语句块 在前面我们放一个try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会知道说这是一个关键字 try的意思 我们尝试 我们尝试来做一下 这两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希望这两个事情 是都要做的 我们希望给一个宿主当中的 单元复制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输出一个hello 当然我们现在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跑出异常了 然后 我们这么做了以后 没完 他说这有问题 他说什么问题 他说语法错误 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些别的东西 来完成这个try statement 这个try的语句 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catch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catch什么 在这儿说了 这个叫做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那我们就要来catch 这个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去捕捉 这个异常 也就是说 在这个try里面 如果出现了异常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代码 其实写成好像一定会有异常 我们稍微来改一下 说我们有一个int的idx 然后我们有一个scanner 说这个scanner是一个输入 然后我们让这个idx等于in的nextint 所以我们会让用户输入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会让a的这个idx等于10 所以这么一来以后 也就是说 我不是说一定在这个try里面 一定会出异常 对吧 只有当用户输入的这个idx不合适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程序里面 没有去检查这个idx 如果这个idx不合适的时候 那么它会抛异常 而抛异常之后 我们就会由后面的catch 去把它给捕捉到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点事情 比如说 我们来输出一些东西 说 做到了 做到了这么一个异常 我们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现在我们要输入一个数 如果我们输入的是一个 有效的合理的范围的数 比如说了一个5 那么就出现了hello 因为在第13行 现在是没有跑任何异常的 然后hello就显示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跑一遍 如果我们现在给了一个错误的值 比如说给了那个10 于是我们没有看到 刚才我们出现过的那种 红色的exception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他输出了court 他会输出court 就意味着他其实到了这 他会到这 其实还意味着第14行 是没有做的 他从第13行 直接就跳到了第16行 这是因为在第13行 他抛出了一个异常 然后这个异常 因为在这个try的块里头 就被try后面的这个catch 给捕捉到了 而这个catch捕捉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catch是用来捕捉 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的 现在他抛出的也是那个exception 于是我们就捕捉到了那个异常 因此我们到了court这里 到了court这里之后 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并没有再回去 我们把这个第13行 出现的异常给捕捉到了 完了以后 他并没有回到14行去 而是继续往下走了 这就是java的异常的处理机制 我们把可能发出异常的东西 放在try里头 然后呢 在try后面对应的这个catch里面 去处理所有可能的异常 处理完了以后 我们会继续往下走 而不会试图去重复 在try里面被落掉的那些事情 没有来得及做的那些事情